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连英博主场对着神传百色球衣的石家庄功夫 1号 守门员 葛鹏 3号 周元德 5号 晋鹏翔 18号 何小强 21号 队长李鹏 22号 毛韦杰 29号 孙伯 34号 赵明健 好的 随着主宰办的一声哨响 三本场比赛开始 三本场比赛是由神传蓝色球衣的大连英博率先开球 而客场作战的石家庄功夫是排出一个5-3-2的阵型 来看石家庄功夫 这次进攻 来看大连英博队 直接传到了中路 看来嘉金到位之前守好了自己的位置 我们再来看一下刚才这次的进攻 好 看这个机会 可惜 直接想的 虽然角度很小 但是应该想的是直接往门里掉 看下个功夫 好的 没错的机会 扭过了防守队员 但是现在中路这个防守队员很多 大连英博队的中场传球事务给了石家庄功夫一个机会 石家庄功夫快速攻到了门前 OK 第一脚打门 打空 第二脚呢就像一个象征性的打门了 像功夫的38号埃里克斯来自于8-7的外缘 第一脚像林宏打一脚可以打空了 倒是 倒是 谁能功夫 现在这个 进攻更加犀利一些 好 来看这个机会 谁能功夫 大连英博队中场反向下来 白组推进转移到了中路 漂亮 又是44号科斯尼克帮球队 率先进球 科斯尼克呢现在本赛已经打进了7例进球 我们再来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清晰的这个科斯尼克的这个跑动 而且这一脚弧线呢也是 踢的非常的精彩漂亮啊 瞄准了这个远侧的立柱 好的 感觉到边了不错 在船中 实际上能功夫的全场的定位球距离球门位置比较远 门将直接没收 应该是更适合传球 第一瓶球直接传到中路 漂亮 哎呀 打门柱上了 太可惜 这个认球的战术响得是非常好 而且执行的非常恰当 只可惜啊 打在了立柱上弹了出来 其实他先是在往前这个指的一个其他的队友 然后呢 第一个队友呢是晃了一下 直接28号肺域呢是迎球一打 哦 漂亮 先动攻部队非常漂亮 犀利流畅的一次进攻 成功的扳平的比分 在比赛的最后时刻 我们再来看一下在对方的快速的反击当中 先来18号阿卫约的一个突破传到了中路 队友投球之后门将扑了一下 38号埃里克斯上前补射 扳平的比分 小球开出来 哦 这个球很危险 门将是亮枪的把球扑了出去 我们再来看一下 蹭出来一个特别转的一个球 21岁的小将 球开出来 门将双拳打出 随着这个进攻的结束 裁判也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 最终在2020赛季中甲联赛第23轮的 这场比赛较量当中 大连英国主场一笔占平 施加中功夫